在海滩上 性感女人费力地举起一块石头 笨拙地敲开一个巨大的海螺 她原以为可以享用一顿美餐 然而海螺厚厚的外壳里 只有薄薄的一片肉 她已经挨落了两天 不得不强忍着失望 撕下一小片海螺肉放进嘴里咀嚼 不料强烈的腥臭味让她连连咳嗽 形象相当狼狈 她急忙把海螺肉吐了出来 沮丧地摊开双手 不知道这种日子还会持续多久 然而不远处 男人却正在享受着丰盛的大餐 面前摆着生鱼片和龙虾肉 还有一碗特制的椰子蘸料 尽管他们都被困在荒岛上 但伙食水平却有着天壤之别 男人好像在度假一般 看着男人津津有味的品味美食 女人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饥饿 她轻盈地从男人身边走过 留下一个美丽的背影 故意引起她的注意 果然男人在她走出几步后就叫住了她 询问要不要坐下吃点 女人立刻转身 表现得淡定从容 但内心早已喜上眉梢 她快步走到男人身边 毫不矜持地用手抓起鱼肉和龙虾 放进嘴里大口咬着 见女人吃的狼吞虎咽 男人担心她会噎着 赶紧贴心地递过一颗刚刚打开的椰子 女人捧起比她头还大的椰子 大口惯下 毫不顾忌自己是富家太太 展现出毫不拘谨的一面 让男人忍俊不禁 如果放在两天前 男人甚至无法想象 自己这个在游艇上打工的穷屌丝 会和一位年轻美丽的富家太太 一同被困在这座荒岛上 更让她想不到的是 女人竟然会在饱餐一顿后 留下了一个香吻 轻得她心花怒放 从那之后 男人对这个养尊处优 干啥啥不会的女人不再嫌弃 女人也对她放下戒备 开始信任和依赖 这个会抓鱼做饭的穷小子 尽管荒岛偏僻 但海里的食物却很充足 就算多了女人一张嘴 也不用担心会挨饿 除了填饱肚子 他们也没闲着 一起收集岛上的垃圾 用塑料袋和破鱼网固定树枝 用棕櫚叶编织出屋顶和墙面 在沙滩上盖起一个 足够遮风挡雨的双人房 渐渐地 两人已经完全适应了荒岛的生活 虽然救援似乎遥不可及 但他们互相扶持 相依为命 比城市生活还要充实幸福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幸福将永远延续时 意外却降临了 一天 男人像往常一样下海捕鱼 可就在上岸时 他发现礁石旁躺着一个浑身是血 奄奄一息的幸存者 男人吓了一跳 赶紧上前准备施救 但当他看清幸存者的脸时 他突然感到不安 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因为那个幸存者不是陌生人 而且女人失散已久的富家丈夫 男人在矛盾中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把富家丈夫带回了海滩 女人一见丈夫还活着 立刻冲上前 激动地抱在一起 接着合力把富豪丈夫带回小屋 放在柔软的毯子上休息 虽然富豪在游艇上表现得十分刻薄 一直把男人当作出声使唤 但男人到如今选择不计前嫌 还主动为其倒上一碗珍贵的淡水 富豪连忙接过水 大口地喝下去 一滴不胜 这才终于从鬼门关前捡回条命 缓过来之后 他第一时间抱住许久不见的小娇妻 倾诉着无比的思念之情 夫妻俩的亲密 让男人感到十分不适滋味 很快 幸存的富家丈夫沉沉睡了过去 男人吃醋地坐在沙滩上 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有些后悔 但随后他意识到 多一个人在这个荒岛上 意味着多一份活下去的希望 他重新振作起来 决定一切照旧 为了拯救自己和女人 努力生存下去 自己可以每天都出海捕鱼 为他们三个寻找食物 然而他的善意 并没有换来好的结果 幸存的富家丈夫醒来后 心里怀着猜疑 打死不相信孤男寡女 在岛上生活那么久 什么都没发生 男人最了解男人了 再加上他以前就不喜欢 这个对自己唯唯诺诺地吓人 如今穷小子却用不入流的捕鱼技巧 在自己娇妻面前抢尽风头 为了扳回一局 证明自己才是老大 富豪趁男人出海捕鱼的时候 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 偷偷点燃了篝火 言谈之中极限得意之色 还嘲讽男人不会钻目驱火 每天就像个野人一样吃生肉 面对富豪的挑衅 男人也很快做出了反击 他主动帮忙切割龙虾肉 不愿意把唯一的小刀交到富豪手里 气氛瞬间充满了火药味 然而这还是刚刚开始 两男一女被困慌倒 谁的食物越多 谁就能拥有性的美女 为此富豪和穷男人 开始疯狂展示自己魅力 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竞争 你猜美女最终会选择谁呢 这天早上 富豪趁男人出海捕猎时 偷偷把男人建的双人房拆成两个单间 留给男人的拿签无比简陋 根本不够主 为了不撕破脸皮 男人选择隐忍默默妥协 但也不再愿意分享辛苦补到的食物 可富豪一点都不担心会饿肚子 因为他刚从海边捡到了一把小刀 声称只要有刀在手 就算闭着眼睛去捕猎 都不可能饿死 然而刚到傍晚 富豪就被光速打脸了 他虽然有刀削至长矛 但没有潜水镜不能下海 只能在岸边扎鱼 结果扎来扎去 连片鱼鳞都没扎到 迫于无奈 富豪只好带着女人钻进红树林抓螃蟹 结果刚吃一口 差点把三十年吃的饭都吐出来 仅仅过了一天 两人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绝望之际 富豪只能放下身段 趁男人在睡觉时 偷偷拿走了他的潜水镜和鱼叉 接着悄悄潜入海里捕鱼 很快 富豪就顺利插到了一条大鱼 就在他沾沾自喜 把潜水镜丢还给男人的时候 面对挑衅 男人并没有一点生气 反而露出一副耐人寻味的表情 富豪开始觉得不对劲 于是急忙回到女人身边询问情况 不料女人却支支吾吾 死活也不肯说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富豪立马反应过来 女人趁自己不在 偷偷给自己戴了原谅色帽子 富豪崩溃了 他不敢相信 男人竟敢用这种方法报复 自己只是偷了他潜水镜 他居然把自己老婆偷了 富豪再也无法保持淡定 粗暴地揪着女人的头发 把他拽到了男人面前 像丢垃圾一样把他丢沙滩上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嘲笑倒另一头走去 决心和他们分道扬镳 然而 富豪和男人做梦都没有想到 就因为一时的猜疑和赌气 他们最终双双都陷入了 无法挽回的困境 男人将玻璃瓶打碎 取出瓶底放在石头上打磨光滑 接着用火加热塑料瓶 把打磨好的瓶底粘在瓶口 然后将瓶子切开 用胶皮封住瓶口 仔细包裹被切开的边缘 很快 一个自制的潜水镜就制作完成了 男人迫不及待地潜入水中 握住瓶子四处观察 结果令他惊喜不已 水下一切清晰可见 效果丝毫不亚于专业潜水镜 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因为能在水中看清事物 也就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完成了潜水镜的制作 男人立刻拿起鱼叉 潜入海中 准备抓一条大鱼 犒劳一下自己鸡肠鹿鹿的身体 可当他游到海床上时 却发现了一艘沉默的小船 男人看到船后 立刻丢掉了抓鱼的念头 全力将小船翻转过来 但接下来的一刹那 他却陷入了绝望 小船的底部有一个巨大的破洞 根本无法修复 但男人似乎有了计划 他捡起鱼叉 扔到船上 然后摘下潜水镜 接着他扛起绳子 冒着被溺死的危险 拖着小船在海底艰难前进 小船实在太重 海底的七八米深更增加了困难 尽管男人使出浑身解数 但他很快达到了极限 不得不放弃小船 赶紧浮上水面 大口喘着粗气 然而男人并没有放弃 他深吸一口气 再次潜入海底 拖着小船继续前行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斗 男人终于成功地把小船拖上了海滩 看到这一幕 同伴们赶紧跑过来 想要帮忙 尽管男人早已精疲力尽 但他怒气冲冲地拒绝了他们 不让他们靠近小船 他指着想要帮忙的小伙 又看了看自己的妻子 不相信这对狗男女会真心想要帮忙 于是他骂走了妻子和穷小伙 将小船拖到海滩的另一侧 用捡来的材料修补破损 然而奇怪的是 小船的破损无法完全修复 他也早就饿得头晕眼花 却坚持不懈干得十分认真 等到第二天 男人用捡来的塑料板盖住破洞 又做出一面可以自由收缩的船帆 小船居然真的被他成功修复 只要不是遇到极端天气 完全足够在海上航行 看到这一幕后 小伙开始慌了 被困慌岛前 他只是个游艇上的服务员 要真让富豪男人成功找到救援 肯定会回来报复夺妻之仇 想到这 小伙快步回到小屋 把女人叫醒 趁富豪下海捕鱼的时候 他们果断冲向小船 准备抢先一捕 把刻薄的富豪永远留在荒岛上 很快 两人合力把船推到海边 尽管富豪及时发现 但由于距离太远 等他追上来时 小伙和女人已经成功上船 是像一望无际的大海 可奇怪的是 眼看脱困的希望在眼皮底下溜走 自己将会永远被困在荒岛 富豪脸上非但没有绝望 反而露出了匪夷所思的笑容 躺在靠椅上 一边看着小船远去 一边悠哉地喝着椰子汁 如此反常的举动 让小伙和女人摸不着头脑 认为他是气傻了 在自暴自弃 可没过多久 女人惊恐地发现小船竟然在漏水 他急忙拿起东西想把破洞堵上 可无论怎么弄 海水依旧疯狂往船舱了惯 两人这才意识到 富豪压根没把小船修好 一系列操作都是演给他们看的 事到如今 两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小船重新沉入海底 为了活命 他们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里 拼命往岸上游去 此时的富豪正点着火 烧掉了他们辛苦搭建的小屋 悠哉得吃着烤鱼 丝毫不担心两人会淹死在海里 几个小时后 两人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强烈的求生欲 成功游回了小岛 富豪见小伙上岸 二话不说抄起长矛向他走去 小伙虽然年轻力壮 但几个小时的奔波早已让他精疲力尽 此时根本不是富豪的对手 连忙撒腿逃跑 下一秒富豪甩出长矛 正中小伙后背 痛得小伙自挖乱脚 重重摔进海里 富豪紧随其后 用力握住长矛 狠狠扎下 鲜血瞬间染红海面 小伙当场领盒饭 接着富豪把女人绑在柱子上 狠狠教训了一顿 女人心里清楚 今后要在荒岛上生存 必须要靠他 眼里充满了哀求和愧疚 没过多久 富豪原谅了女人的背叛 两人重新在海滩上建起小屋 过上了男耕女志平静的生活 直到半年后 一艘渔船突然出现 打破了荒岛的宁静 女人做梦也没想到 竟然真的有人找到了这里 她兴奋地坐起身 激动得心溢于言表 连忙起身让渔民一家把自己带走 上了渔船后 她大口大口吃起面包 鸡肠碌碌的样子 看得渔民一家特别心疼 吃饱喝足后 渔民怕女人着凉 贴心送来了毯子 就在这时 下海捕鱼的富豪浮上水面 刚好看见渔船从自己面前经过 她兴奋地大笑着 以为自己终于熬出头了 能回去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接着高举双手 示意女人等等自己 然而女人立即转头看向渔民 确认他们没有发现富豪 接着从怀里掏出富豪赖以生存的打火机 富豪这才发现被她带走了 无疑是要断掉她最后的求生希望 她眼看渔船越来越远 彻底陷入崩溃 看着她苦苦挣扎气急败坏的模样 女人嘲讽地向她晃了晃脑袋 然后露出胜利的笑容